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就真的活不久了 但是这个阿嬷 她配合这个标靶治疗 然后配合中西合并治疗 慢慢她也恢复体力 而且恢复健康了 那你看其实这个肺腺癌 这个标靶药物 还有甚至后来的免疫疗法 这个治疗方法日新月异 以前的人可能觉得说 你那个肺癌末期 可能只剩三个月或是剩一年 现在其实就算你是末期 活超过三年的也还是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怎么样治疗肺癌 其实中医就是认为说 肺为储痰之气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肺里面会有很多的 病理的物质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 宣发素降的话 这个病理物质就会一直累积 意思就是说你肺部 有不健康的状态的话 就会生出很多病理物质 就是痰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不正常的细胞 那如果处理一个肺部的肿瘤 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增加 然后它里面是有痰基 这就是肺为储痰之气 我们应用在这个肺癌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西医也把肺癌 分成不同的病理形态 那一般是小细胞 跟非小细胞两大类 那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 它是属于非小细胞型的 那另外还有磷状细胞癌 那这个呢 这两种型 非小细胞型 大概是所有肺癌确诊的 大概是90%以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细胞型 那如果肺的旁边呢 它有一种细胞叫做小细胞 它很小颗 它变性了 它癌化了 这就是小细胞癌 那这通常呢 在中医来讲 还是以阴虚为主 那我大部分呢 用一些补肾啊 然后养阴的药 像是什么黄芯啊 熟地啊 然后不骨子啊 这些药物去 但是其实呢 它的恶性程度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治疗方式 也是比较复杂 也比较起手一点 那过去20年来呢 其实就只有化疗可以治疗 可是自从2019年开始 哇 我们免疫治疗出来了 那这个效果 其实就变得很好了 那以后我们会有 专门一起来聊免疫治疗 我们现在呢 就是继续来看 我们中医怎么样 配合其他的疗法 其实最多的 还是肺腺癌啦 那这个肺腺癌 在那个显微镜底下啊 就是一颗一颗 很多的细胞里面 很多像泡泡一样 一颗一颗的 黏黏的这个黏液 那就是腺癌 那你看啊 它在显微镜底下 就是一颗一颗黏黏的 很像痰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医啊 也认为它是痰症 所以肺腺癌啊 我们认为它都是一种 痰的体质 那因为呢 很多肺腺癌的病人啊 它都是比较属于 怕冷的 然后呢 而且痰啊 还是比较喜欢用温药 去治疗它 所以很多肺腺癌的人啊 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 寒痰的体质 那治疗上呢 常常会使用像什么 二层汤啊 然后像什么化痰的百合啊 配合一些温药 像什么干姜啊 或是桂枝啊 这些药物去处理它 肺腺癌啊 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寒痰 或是寒湿体质的 就最好是不要再吃太多的 甜食啊 然后瓜果类的东西 那另外一种类型呢 是磷状细胞癌 它最常发生在这个 抽烟的族群 那你看这个 常常在抽烟啊 然后一直用这个热的东西 去刺激它啊 这细胞变性了 所以我看大部分啊 这个磷状细胞癌的 这个患者 还是以痰热为主 那这个痰热型的呢 常常我们就会用一些 知音润肺化痰的药物 像什么天门冬啊 麦门冬啊 这个穿背浙背 这些东西 那其实 像有些肺癌的患者啊 他来了就是哭丧着脸 觉得自己超无辜的 他就家庭主妇 然后每天照顾家人 然后也不外出 家人也都没有抽烟 怎么会得肺腺癌呢 其实就是厨房 他超会炒菜的 每天都大火快炒 这个油烟啊 其实一直吸一直吸 这个也是一个 那个矮化的风险 我就跟他说 那你现在开始 因为你是比较属于 这个痰热型的 不要再这样子 这个大火快炒 烤得炸得辣得 就先不要再吃了 那你现在呢 已经得病了 你就先不要再去碰 那些油烟了 那平常的生活的饮食呢 还是维持一个 比较养阴的白木耳啊 这些东西 这样子会比较适合你的体质 那我们在讲到说 这肺癌啊 应该怎么样去用 这个中西合并治疗的方式 来帮忙大家呢 很多肺腺癌的状况 就是不太明显 它可能只是轻微去咳嗽 然后呢 或是稍微咳一点血 然后去发现的时候发现 哦 竟然已经是晚期了 就算你是晚期 你这个肺腺癌一诊断 这个西医师呢 就会把你的这个肺癌的这个组织啊 拿去看 染色看看 这个细胞是不是有突变 那有不同的突变呢 它可以对应到不同的标靶药物 那目前呢 这个标靶药物的这个治疗 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选择 而且很多健保都有给付哦 所以变成这个中医的治疗啊 也很多必须要去跟这个标靶药物去搭配 那你看像我开场说到那个七十几岁的阿嬷 年纪那么大了 打化疗对她来说真的很吃力 所以她就选择标靶药物治疗 因为标靶药物的毒性比较小 那所以她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呢 其实也还是有副作用啊 像什么 吃了之后肠胃道不舒服啊 觉得闷闷脏脏的 会食欲不振 吃不下饭 而且啊 这阿嬷全身长了好多皮疹 好痒 然后甚至有些地方不会愈合 越抓越痛 那这时候她就只好把标靶药物停下来 可是其实人家本来是标靶药物 这个肿油指数有下降 可是阿嬷说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很难受 那这时候我们就拿中医来帮她治疗 我先帮她润肺 然后帮她活血化瘀 我用了很大剂量的当归黄旗啊 再配合银花悬生去帮她清热解毒 那一个月之后 她整个标靶产生的这个皮眼啊 还有这个肠胃道反应都没有了 我就去阿嬷说 你再吃一颗试试看当作被我骗 结果再吃 发现再回去吃那个标靶药物 竟然没有副作用 那她就很开心地继续这样吃了一年两年 然后这个皮肤眼也没有 然后肿瘤指数也一直下降到一个很稳定的范围 这就是中西合并治疗啊 可以让副作用变小 那同时呢 正作用继续维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哦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成功 因为其实除了标靶药物很针对性的 去针对这个肺癌的细胞之外啊 中医也有一套引经药物啊 我们考虑到这个肺脏的特性 考虑到病理的细胞的特性 我们也设计一套药物 让这个身体的啊 在这个病变部位的循环是比较好的 也让这个西医的药物呢 是比较能够进入到这个病变部位去作用的 那这样子当然整体的治疗效果会变得更好啊 肺癌的患者应该怎么吃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肺癌患者你要看你是哪一型 然后呢 你身体是属于寒湿型 还是弹热型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绝对不要再吃会让你生弹的东西 有些太甜的东西啊 就是零食啊 饼干啊 这些会助长这个弹热的 或是助长这个弹湿的 我们就不要再吃了 那有些东西呢 它是可以补肺的 萝卜它可以化弹热 如果你是弹热型就可以吃啊 那这个桑胜呢 它可以雇胜气 你也可以吃 白木耳润肺也可以吃 那这时候我会推荐这个肺腺癌的患者 有一个茶饮 你可以拿来吃就是百合离子汤 把这个离子汁炖炖 百合塞进去这个离子中心 然后呢 这个离子煮好之后就压汤 拿来当汤当茶喝 那你如果呢 觉得这个味道是不太喜欢的话 你可以再加点冰糖 让它这个整个味道变得更香甜好喝 这就是冰糖离子炖百合 那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养生的药膳 还有民众问说 我这个治疗期间啊 胃口很差 我可不可以吃冰淇淋开胃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这个 癌症患者治疗期间的一个共同的症状 也不是只有肺腺癌啊 就是说我治疗期间 因为肠胃道受伤了 我胃口很差 我就想吃一些会让我心情好的东西 那因为可能很多这个肺腺癌患者 有时候他合并啊会做一些电疗 那电疗电一电呢 因为口干舌燥就想说那我就吃点冰淇淋 其实没有不可以哦 那有很多病人就说 中医师你刚刚不是说不可以吃甜的 这个会生痰吗 那其实呢 你这个化痰的这个药物呢 我们中医会给啊 就怕你不吃东西 你如果都不吃东西啊 身体就没有体力 那你如果吃了冰淇淋 让你胃口好一点 而且冰淇淋啊 它就甜甜的 而且很好吞下去 就算你这个电疗 电到有点吞咽困难 你吃冰淇淋也都可以 而且这个冰淇淋又有热量 你又可以补充热量 那你甜食会生痰怎么办 我来帮你啊 我给你一些化痰药啊 给你一些零桂竹干汤啊 二层汤啊 让你这个 不会因为吃甜的 那么容易生痰痴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中医师 可以给你好好配合的话 那你就去吃吧 让自己这个体力好一点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人问说 我这个肺腺癌手术之后 或是我肺癌手术完之后 我就一直咳嗽 这中医可以调理吗 那大部分的人 其实这个肺癌手术之后呢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护原都会良好 可是就是有一部分的族群啊 它术后就是会一直咳嗽 做S光检查 也没有太大的病变 这个肺癌真的都已经切干净了 可是它就是一直咳 它的体质比较是属于 气质血瘀型 那动了这个手术之后呢 这个局部的循环 可能没有恢复得很好 这时候就用中医 帮你活血化瘀 帮你做肺部经络的调理就好了 那我常常会用一些 血腐竹鱼汤啊 单身啊 再配合一些 养阴化痰止咳的药物 其实术后都恢复得蛮好的 这个可以找中医师调理哦 就算在晚期 也绝对不要放弃治疗 但是如果呢 你有家族史 或是你有抽烟 或是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50岁过后了 建议你还是要做健康检查 因为早期的肺癌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那你在你的健康检查 多加一个这个 低剂量电脑断层的这个扫描 很多很早期 可能0.5公分的这个肺癌 都可以早期发现 其实很快就可以痊愈了 这期肺癌就分享给大家 大学汉衣 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